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三 我是今天的领航员Ashley 热点资讯一战锁定 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 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开学季即将到来 北美航班需求激增 特鲁多竞选演讲 被骂叛徒 现场暴乱要求其辞职 BC省人权专员的第一次公开调查 万锦失踪华人女孩重回父母怀抱 加拿大本周末迎蓝月 徐东东演古装被骂丑 霸气回应上热搜 下面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开学季即将到来 北美航班需求激增 北京时间8月16日 一张照片在中国网间广为流传 途中大量中国留学生 在上海浦东机场排队直机乘坐 飞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航班 由于人数的迅速激增 部分航班的排队人数 一度长达千米 据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临近北美大学开学季 目前从北京和上海出发 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航班 的确需求旺盛 机场直机时间和排队时间 都受到了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 在疫情期间 办理直机需要提交的资料 也比正常时期增加了许多 以赴加拿大为例 除了护照和签证 还需要成绩人的中英文核酸检测报告 在加拿大的住址 以及联系人信息表格等多种文件及手续 与此同时 因南京机场本土疫情爆发后临时关闭 从南京出发的国际航班也将全部暂停 这无疑迅速加重北京和上海机场 以及边境口岸所面临的压力 接下来是加国新闻 特鲁多竞选演讲被骂叛徒 现场暴乱要求其辞职 据报道 就在解散议会并宣布开展联邦大选几天后 总理特鲁多开始了竞选活动 在9月20日以前 他和其他候选人将只有36天的时间 向选民进行演讲并拉票 但是特鲁多的公开演讲 似乎并没有那么好 周一在距离多伦多以东 两小时车程的科堡小镇上 他的公开演讲中 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和对抗局面 当特鲁多在数百人面前公开演讲时 受到多次质问 有些人称其为叛徒 有些人要求其辞职 他的演讲主要是关于疫情中的政策 但是该演讲遭到了虚声 而那些聚集在现场的人 之间也发生了冲突 他们在许多政治和2019年 新冠疫情相关问题上明显存在分歧 包括口罩和疫苗政策 有些人甚至戴着酷音器 来表达他们对这位领导人的感受 也有些人则戴着自由党的标志 到目前为止 特鲁多还没有在几个站点 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但无论您对当前的自由党领导层 有什么看法 请务必参加投票 或在选举日当面发表意见 现在距离选举日还有不到五周的时间 BC省人权专员的第一次公开调查 BC省人权专员将进行首次公开调查 此次将重点放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仇恨事件的增加 Casari Governor专员 周三上午宣布将展开为期一年的调查 他说我们都恐惧地看着疾病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肆虐人类 这是史无前例的全球事件 当我们看到仇恨在大流行的阴影下滋长时 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感到无助 Governor在他的声明中说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BC省已经报告了数百起种族主义事件 并补充说 BC省报告的人均事件是北美最多的 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仇恨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国家 视为一个和平受尊重的地方 但事实是仇恨就在这里 而且从各个方面来看 它都在增长 Governor坚称虽然大流行激起了BC省的仇恨 和白人至上主义问题 但并没有造成这些问题 众员表示 调查期间将调查所有形式的仇恨 而不仅仅是种族主义和种族仇恨 万锦失踪华人女孩重回父母怀抱 就在17日上午 警方接到一通失踪报告 在万锦市Berzi社区 一名11岁华人女孩失踪 女孩家人们十分着急 称其是在16日晚 11点30分至17日早上8点之间离开家里 并强调没有与女孩发生争吵或任何不愉快 负责此案的约克区警局立马发布了寻人通告 并调取了该时间段的监控录像 且在Kennedy附近的16街上设立了指挥站 还有警员在社区当中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 目前约克区警局已经证实了 女孩已经被安全找回 现在正与父母在一起 但是警方还表示 现阶段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 这是一宗绑架事件 还有一件暖心的事值得一提 在事件发生后 失踪女孩的消息立马在华人圈中传开 大家自发组织在社区中寻找 还建立微信群并转发朋友圈 呼吁更多的人能够伸出援手 当得知女孩顺利被找回时 都纷纷表示 太好了 终于可以放心了 这可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之缘 加拿大本周末迎蓝月 据报道 一个罕见的蓝月亮将在本周末照亮多伦多的夜空 天文爱好者们可以准备好在8月22日的清晨 欣赏这一天文奇观 尽管它的名字是蓝月 但月亮实际上不会看起来是蓝色的 它看起来像我们平常看到的大多数蓝月 不过它们确实更加稀有 实际上有两种类型的蓝月 季节性和每个月的 这两种都不是那么常见 周六晚上开始为多伦多天空 增光天彩的特殊月亮是季节性蓝月 这种现象每两三年才会发生一次 另一方面 如果一个月中出现两个蓝月 那么第二个蓝月则成为蓝月 这也是每隔几年发生一次的天体事件 最后一次发生在2020年的万圣节 虽然这两个事件都是每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的天文现象 但季节性的蓝月亮更加稀少 这使得每次的天文景观体更加令人期待 下一次我们可能会看到季节性蓝月 将会是在2024年8月19日 因此请务必在周六晚些时候和周日凌晨留意天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位于BC省的William Lake 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地邀请到The Orange Shore Story 作者Fillis Webster 来听听她讲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 You wrote the book calledThe Orange Shore Story What is the most impressive moment you want to address? It was when I got there to the residential school It was a huge building It was big like nothing I'd ever seen before And living at home with granny We did not have electricity And or running water or indoor plumbing For a bath I had a bath by the wood stove And our wood was our heat And we would use the stove to cook So when I got there And it was big And they took my shirt And they made us have a shower I didn't know what a shower was The water was coming out of the walls And all of us little kids And we were just so scared and crying Why is the water coming on us from the walls? Because we're used to having a bath by the stove in the tub And that was just so scary And no matter how much we cried Nobody would come and tell us that it was okay Nobody like all these I had just turned six years old So I was very confused by what was happening As we all may be aware The orange shirt usually represents The attitude of activity action In this case Do you believe that all of us can eventually make a change? Yes, I believe so With the orange shirt It's being worn now On days Every day basically across Canada And originally it was for one day And that's all it would be worn But now it is for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people To wear every day So for Indigenous people for us It's to honour those that have passed And to honour the children To remember the children And as well for non-Indigenous people Wearing the shirt It's a day It's a way to say I'm learning about what happened to you And I care about what happened to you And so there's been an awakening all across Canada By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people To the history and to what happened there Okay, thanks for your time Okay, thank you 最后为您播报娱乐新闻 徐东东演古装被骂丑 霸气回应上热搜 近日新版《天龙八部》正在热播 剧中角色遭到大量吐槽 31岁的徐东东在剧中扮演 段正纯的夫人刀白凤 火辣刚烈 可惜和新版段玉站在一起 实在不太像母子 面对没有母子感的争议 徐东东发文回应称 在我看来 30岁左右 演妈妈是一种心态上的锻炼 有戏拍 可以跟好的团队合作 和优秀的演员老师们合作 可以不断学到新东西 这些本身就是收获 也是很好的体验 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是 有些路别人可能暂时不愿意走 我们去走了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又多了一条新的路可以走 可惜风波并未结束 8月17日晚 徐东东分享了一组 拍摄《天龙八部》时的照片 称自己那时候120斤左右 因为拍摄地云南的美食太赞了 随后有网友吐槽 真不明白徐东东那么丑 也能做明星 不解之谜 徐东东回复道 评价别人长相时 请先看看你自己 十分霸气 对此 网友纷纷力挺徐东东 怒怼一些故意搞容貌攻击的网友 随后这个话题迅速上的热搜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